好 四隔很多天 我們的陸委會終於是證實了 二膽的上兵真的是在大陸 可是其實我們早就聽到 這個玉珍委員已經告訴大家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的兩岸 官方不溝通 已經到這樣的程度了 這個民進黨在後知後覺 然後四隔已經過了三天 邱泰山才在講說 失聯上兵 已經在中國大陸這一點是確認 現在國防部跟相關單位 正在積極了解進度跟狀況 陸委會跟海基會 也透過原有的協商機制 就是蔡政府事發三天才反映 其實明明就是當時3月10號 就已經有這樣離營的通報了 可是他們現在 就是國防部的講法是講說 3月15號如果他沒有歸營的話 就會發布通緝令 我們看到王定宇 在這種時候都特別要出來講話 他就講說 這個應該要按照金門協議 國際慣例或是基於人道考量 把誠信上兵交還給台灣 那郁政委員就講說 現在執政黨就是沒有管道可以溝通 那你王定宇應該要儘快督促 政府來處理 所以網友們就在那邊酸 就說那為什麼王定宇 你不學陳其邁呢 陳其邁半夜都還可以打給蔡英文 之前不是那個蔡英文都要 就是綠營的人都要酸說 什麼夏立言去到這一個大陸去 是什麼國共互通還取 甚至以前周玉寇不是還講說 中國魯人是準戰爭 要看F16過去救援 都有這樣子的話語 好 你不許民間來聯繫 那你官方聯繫一下 那蔡英文為什麼不作為呢 那王定宇為什麼不打給蔡英文呢 那我們看到 這個鄭運鵬還在那邊講說 之前不是酸嗎 台美官方升級 國共互通還取 所以反過來說 你官方真有辦法的話 你趕快處理 你不要到現在才顯示出來 你以一切都無能為力 你沒有任何的溝通管道 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金門兵 也變成了兩岸博弈的棋子 因為現在綠營的人士 都一直在那邊講說 這就是因為他有什麼感情糾紛 有欠債 所以他就游到對岸去 可是陳育正委員他就講說 其實也不是債務問題 也不是感情因素 因為他有講說他沒有巨額負債 就是大概30萬 其實不算多 然後已經有這個協調 就是說大概每個月還幾千塊錢 也沒有感情糾紛 然後跟這個父親的通聯記錄 好像也沒有什麼異常 他回台休假的時候 還買了一些均需品 所以現在目前 這個陳姓上斌的父親 他就講說只能等待 那人家就講說 這可能是中共 中國大陸要盤算跟台灣博弈 有些人講說 這會不會有一點太上綱了 就只是一個小兵過去 然後只是一個兵過來 那需要上綱成變成跟台灣博弈嗎 因為他們講說 被大陸海警巡獲了三天 那現在目前 中國大陸還沒有發表聲明 意味著是不是站在審訊 了解情況 評估如何最有效的利用 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小餡餅 或者是這個燙手山芋 來跟台灣博弈 就現在開始有一些 有心人士或是綠營人士 就開始要講這樣子的一個論調 那再來另外一個 大家所矚目的 就是黃埔孝慶 現在退役軍官據傳說 要糾團去到中國大陸 來參加黃埔孝慶 邱泰山就講說 不要做出讓人傷心的事情 他說國防部已經再三呼籲說 不要落入統戰圈套 希望他們不要去中國大陸 讓國人很傷心 那可是馮氏鑽今天還特別開了記者會 就說這樣事情真的有一點情何以堪 我們來聽一下 我想看我們抗日戰爭 在那個時代的剿匪 我們犧牲了多少的官兵 為了什麼 而那些幹部都源自於黃埔軍校 現在跑去參加紀念會 我下面真的想呼籲 我們所有退役的跑者 我們更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團體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好 所以現在人家就講說 是不是可能官方管不動退降 現在只好從一南來下手 因為國防部講到說 現在軍事訓練一南 將要增加兩周 民防專業跟災害的防救訓練 說是為了強化國土防衛作戰的效能 所以從今年開始要增加這樣子 為期兩周的新訓練 再來軍校生的動員的軍事任務 人家講說好像不符合軍人身分 國防部就回應就說 我們如果真的有這個戰事開始的話 那這些軍校生 我們會立刻授予軍階來參戰 因為原本大家覺得說 這可能會變成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但是他又說未來 只要蔡英文下達緊急命令之後 軍校生就可以立刻賦予軍階 來直接因應作戰需求 所以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強哥怎麼看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二膽兵 他的這個已經確定在大陸 已經講三天才開始有反應 我說真的 為什麼反應時間這麼慢 就兩岸溝通斷絕 對 大家知道兩岸溝通 其實有積極跟消極兩個層次意義 但是這兩個意義都不存在在現在 積極意義是什麼 就簽訂協議 然後共創一些雙贏 比方說以前馬總統的時候 兩岸簽了23項協議 包括什麼司法互助 還有什麼農漁 產品 經濟 各方面的協議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協議 就民進黨現在愛不釋手了 就是ECFA 這個糖衣毒藥ECFA 當選總統要把他廢掉的ECFA 那民進黨現在愛不釋手 但現在抱歉不只說現在沒有 兩岸沒有辦法簽新的協議 來解決 其實兩岸這些很多問題的 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你連說很多協議已經簽了 現在基本上也常常都形同俱文 幾乎停擺 現在兩岸的司法互助協議 現在基本上是動不了 那消極面就像今天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有一個士兵 就是飄到大陸去 然後現在人留在大陸 我告訴大家 在兩岸還有溝通管道 海基會跟海協會 溝通非常順暢的時候 這問題其實是 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馬上就解決了 我跟你講人立刻就送回來了 很簡單 為什麼就是兩邊打個罩面 那就了解他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就是 也許在軍中心情不好 什麼原因心情不好 然後他想要就離贏了 離贏這是一個層次 逃兵是第二個層次 叛逃就嚴重了 叛逃到投共 這第三個層次 這三個相應層次 都有不同的法律責任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兩岸之間能溝通 我們當然是反對說 今天逃脫兵役 你要該付的法律責任 抱歉這位士兵 你要付你要該付的法律責任 至於說 是什麼原因造成 如果是私人因素 那是一回事 那如果是因為什麼不當管教 或是其他所謂軍隊管理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裡面去究責 去檢討說中間軍隊的管理 出什麼問題 但現在抱歉 全部什麼都不用做 為什麼 卡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大陸也不想跟你談 對 我們也沒管到跟他談 因為兩邊現在不互信 我跟大家講 在過去民廠執政這段時間 只要兩岸發生任何問題 雙方都會坐在那邊等 為什麼 我怕我動作 你會拿來就說 你在搞我 對不對 那我今天不管說我做什麼事情 都有可能像剛 你看馬上就有陰謀論 是不是我要小餡餅 我要燙手山魚 我要出題給對方 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但是因為沒有互信 乾脆是敵不動 我不動 大家都不動 才會出現這種說 三天後 你才有辦法確認人在大陸 第一時間第一天 陳玉珍就知道了 對 可為什麼官方到現在拖到現在 因為雙方已經斷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關鍵就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整個國防 我跟大家講 你民進黨現在 你說要什麼這個軍事院校學生 一戰爭 馬上授接上戰場去打仗 對 打仗是需要兵隊 沒錯 可是我就要回頭講 我們現在做所有事情 都在告訴大家 我們要打仗 要打仗 要打仗了 可是我們發生 所有國防部的事情 我都看不出我們打仗準備好 我們的馬祖的官兵沒有肉吃 然後我們的兵單會塞車 現在士兵游到大陸去 拿槍支不見 拿假槍頂替 你起碼螺絲酸緊一點 才告訴大家我們怎麼打仗 好 來問一下友志哥 馮世寬的話我認同 我老實說 因為我沒有辦法雙標 如果以桃園的忠烈詞 我們不歡迎天照大神 我說實在的 黃埔軍校不也是一種 歷史的意義嗎 你這時候去 我真心覺得沒那個必要 何必呢 我知道 黃埔軍校 我不同意的是李文忠講的話 贏頭小利 你把這些退伍軍人看得太扁了 這些將軍還有在怕什麼的 還為了這些銀頭小利 被你砍了幾萬了都沒在那邊叫了 他們會這些什麼銀頭小利 什麼落地招待 拜託 這些將軍是因為茹木之情 他們這些退將是因為 黃埔軍校建校將要100 99年 100年 他們想要過去看看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軍人出身 所以李文忠這句話 這些退將為了銀頭小利 給我吞回去 我絕對退將大不盡 但是說實在的 這趟路有沒有必要去 一樣 我不喜歡天照大神來這邊 看管我們的這些 曾經受傷或者陣亡的 原住民什麼 我們當時抗日 不是也是死了好幾百 好幾千這樣 真的沒有必要 我真心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緩一緩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現在大家還是在暫時 我想先請教大家 從國共內戰到現在 我們簽了和平協議了沒 停戰協議了沒 如果以同樣的標準 我接下來才可以罵二膽兵 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把很多東西 這個可以 這不可以 這雙標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用討論 我認為現在兩岸 還是一個緊張的狀況 以這樣子的狀況 你跑到那邊 我真心覺得不適合 可以考慮 但是二膽兵的時候 狀況不是也是一樣 我講過 現在如果你承認 還是暫時 沒有簽停戰協議 那我請問馬祖沒肉 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人被處分 一樣嘛 敵前 如果現在金馬還是前線 我請問一下 二膽兵過去 為什麼我們國防部不知道 為什麼到現在 整個金門二膽 所有軍方 沒有人要出來講話負責 沒有 我覺得太可怕了 這個暫時敵前 跑到那邊去 我們可以當作無所謂 然後再來 王定宇講的今天 我無法理解 整個二膽兵 現在是不是逃兵都可以吵 連這種青南選舉 為了一個逃兵 不嫁離營 這種可以吵翻 然後他講的兩大理由 王定宇你看 我們的上面的graphic 一個叫人道主義 我想請問 這位二膽兵是做了什麼樣 不被人道的事情 拿來你用人道主義 你是口語無倫次了嗎 他今天怎樣被欺負 還是說他今天掉到海裡面 還是拿來人道主義 把什麼事情無限上綱致辭 再來金門協議 我想請問金門協議 第一 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當初的金門協議 你還記不記得是原傳遣返 因為當時很多人為了偷渡 然後發生船難 大家為了要把這個事情緩和下來 由紅十字會簽了金門協議 我還要再提醒你們 當時是羅志祥非常重要的一個師傅 陳長文簽下了這個協議 沒錯吧 沒錯 一堆民進黨的 有沒有開始在上面尖鋒插針 有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 你問陳長文老師 這個東西到時候簽了之後 我們又跟大陸又怎麼了 你現在拿金門協議出來 你忘了 我不知道王定宇搞不好當初 當初你有在金門協議上面 撕一些手腳 你現在拿出來 我覺得不必要這樣 執政了同一個標準 同樣一件事情 看待同樣一個標準 這件事情二膽兵的事 就是剛剛志祥講的 我們現在完全沒辦法掌握 把這些修補回來 不要在那邊惱羞成怒 講到金門協議去 好 宇璇 我覺得國防部態度很奇怪 到目前為止 國防部定調的還是位在搜索 當然他基於的一個邏輯性是說 因為我們兩邊都是軍事 軍事單位 所以說基本上 即便大陸相關軍方 表達出來的一些訊息 或者說他們警方表達訊息 我們國軍不能有所認知 否則就叫做通匪 他們基本上維持概念這樣 所以你看到軍方很奇怪 他現在還要喊說 以搜索的態度說 如果15號這一名士兵 還沒有辦法回來的話 叫我通緝他 我說不好意思 這不是明眼人裝瞎嗎 基本上你陸委會跟對岸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訊息 告知以而共識了 所以基本上在蔡政府裡面 已經確實得知道 該名士兵就是人到了大陸去了 結果你國防部這時候 還在遮著眼睛做事情 我就問 就算你去通緝他也如何 他目前就是基於政治性因素 所以被卡在對岸回不來 這就是一個現實中的現況 那你說好 你國防部沒有辦法 跟對岸進行訊息上的交流 但你至少可以跟陸委會 進行訊息上的交流 可以藉由陸委會 告知你國防部說 該名上兵 現在基於所謂 政治性交涉的因素 所以目前人還滯留在大陸 就算通緝他 難不成你要叫警察 去大陸抓他嗎 這完全與邏輯上來講 完全不合乎邏輯 再來我講到 陸委會這件事情也是很妙 第一個陸委會表示說 我們有得到來自大陸的訊息 知道說該名上兵在那邊 但是同時間他又說 我跟對岸之間 透過正式官方管道的公文 他卻已讀不回 那就請問 你竟然得知道訊息 代表是有管道可以交流的 為什麼他要說已讀不回 這件事情很簡單 這就回到所謂的 官方機制四個字 現在陸委會最要求的就是 藉由不管是過去的 兩岸直航事件也好 又或是這一次的上兵事件也好 其他突破一個政治僵局叫什麼 必須要有九二公司 也就是政治前提的狀況下 兩岸才能進行官方的對話跟交流 所以他不管是透過 所謂的兩岸之上 不管是或是這些上兵 他企圖藉由事件的本身 來去規避掉過去對岸 所謂的為什麼兩岸一直辭職 在民進黨執政政府下 幾乎七年時間 完全沒有交流的困境跟現況 藉由這樣想要去規避 想要去偷渡這個概念怎麼樣 讓兩岸之間可以進行 所謂的暢開 也就是可以直接的對話跟溝通 所以換言之 現在你說民進黨政府跟對岸 有沒有辦法進交流 確實有 但進行的這個交流 是不是傳統過去大家 視為的官方政治管道 絕對不是 所以他們這時候才會提出 所謂金門條款 所謂金門協議什麼意思 金門協議就是說 因為兩岸雙邊的 正式交流管道 不管是陸委會 不管是海基會 沒有辦法正式的進行對話 所以只好透過紅市 日會相關的單位進行轉切 重量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把這個人給引渡回來 所以我就講 如果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 還想要繼續操作政治效應 沒有把所謂的士兵相關的人 趕快引渡到台灣 作為第一優先考量的話 基本上這些都還是 政治動作的範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來 'd love you disable絕對 交往香港 有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